接待生命就像狐狮 生命天使与你共同关心这世界 在黎明中迈向死亡的时候 任何东西都没有一点点帮助 只有佛法可以帮助我们 思维一切友情生命的痛苦本质 会使我们的心充满体验与悲伤 它使我们体认到老实修行的急迫性 而重新升起强烈的愿力 当你到某个特别令人厌恶的场所时 一定会想 无论如何再也不要回到那个地方 若对生死轮回抱持这种态度 就表示你已升起出离心了 出离心意味断除恶业 却不在造作会招致苦果的恶因 万法无常 我的生命和宝贵的人生 也同样无常 所以 一定要利用这短暂无常的狭满人生 精进修行 绝不照借口 卸待拖延 了解死亡无可避免 就会升起强烈的勇猛心 用功实戒 纹丝 禅修 不会白白浪费生命 在得不到任何善果的追逐和不实修行上 若能好好思维 人生的珍贵难得 同时 观修善法 生灭无常的实相 我们的心中 自然会资深修行的强大愿力 并为修行注入无比真诚的功德 如果 不曾在过去时中 累积许多善业 我们就不会在此世 得到难得的宝贵人生 具足八辖十满的顺眼 并执欲佛法 我们拥有的狭满机缘 是多么的殊胜珍贵 所以 因自内心深处 对所有未能如自己幸运的其他友情 生起无尽的怜悯与悲心 一切善业 必将成为 殊胜的安乐之因 一切恶业 必将感召不安乐的苦报 在修持时的种种障碍和恶缘 皆可成为 不提到的住缘和资粮 业 是可以转变的 要靠我们自己努力 多行善法功德 观修空性或自心本性 以转化业 超越业的限制 此外 前进慈悲的培养 在世俗地的整体架构中 也是置为重要的 我们需要提升自己内在的力量 同时留心 善理外在的环境 若能 以各己之修为 来转化情境 这远比每次都选择离开 逃避问题 还要究竟的多 既然我们已学佛 就要能将佛法融合于现实生活中 因此 不论遭遇怎样的情境 首先 要能保持松静平衡 让心境松坦而清明 再来思维当前之难题 我们应以宽坦放松的心境 来听闻佛法 听得懂的 就铭记于心 听不懂的 就随它去 也不要需求 听法之后 能立即产生 显著的效益 若能借由文法 实修 来开弦 本质之智慧 在面对现实人世时 便能有真实 可信的依靠 实时提醒自己 我不仅是为了 各己的解脱 更是为了使一切众生 都能开显 本具的佛性 超脱迷惑 得到究竟的利乐 而智力修学 人人都怀有某种程度的慈悲心 假若都能将其慈悲的潜能 平和之心的动态 而尽量展现出来 世界就能变得 越来越和平 佛与凡夫众生 在本质上 是同等的 结局 结局全然清静 平和之星星 却受着种种苦 缺乏智慧 慈悲 大礼 何以如此 那是因为 我们未能了悟 自心本性 便无法受用心性 本质之功德 心若能保有觉悟 自然不离禅修 认出心性 只是解脱道的起始 之后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仍然 要在传承上师的引导下 不断提升 转化 利他 其实即是自利 诸佛之所以成就佛道 是因利他之行 我们之所以浮沉轮回 则因自私自利 利他之时 我们自然会 不断地积聚善法 自己及一切外景 都会变得更加善愿 图思历时 就不免累积恶业 障碍恒生 我们若能时时保有 利他之心 不只会带给别人欢乐 自己也会很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的烦恼 痛苦 都是根源于自私自利的心态 若常怀利他之心 所作所为的出发点 皆是为人着想 执着自然会减轻 无毒烦恼也会减少 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 不要再去增加别人的痛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